大家好 我是Cindy 今天要來解析的是 GFRIEND的Sunrise 提醒大家在我Instagram的字界欄上面 會答上我近期準備要做的 Cindy走套路系列的團體 那還有記得要去追蹤我的IG喔 現在就馬上開始吧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發片通知 都按好了嗎?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從Time for the Moon Knight Sunny Summer 到這次的Sunrise 這三首歌其實是一個完整的系列 如果還沒有看過我對前面這兩首歌曲的解析的話 記得可以先去右上角的連結稍微補一下喔 MV的一開始MG的這個口白 昨晚我做了夢 夢見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僅有短短片刻 但我們並不會因此離開對方 這段劇子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詞就是 昨晚 它是延續了上一首歌 Time for the Moon Knight PAM 將這首歌的MV劇情比喻成是一場夢 在Time for the Moon Knight的MV當中 恩娜的角色是扮演因故離開其他人的朋友 成員們也都分別以自己的方式 奠記著懷念著恩娜 失去自愛的人的時候 我們腦海中常常會浮現一個念頭 就是希望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都只是一場夢 夢醒的就沒事了 但是這句話給我的感覺是 雖然事情已經發生 但是隨著時間慢慢的過去 我們會慢慢的接受這件事情 留下當時相處的回憶 雖然肉體上面我們是已經分離的 看起來好像沒有在一起 但是在精神上我們是永不分離的 那這一段口白其實就貫穿了整個 從Time for the Moon Knight 一直到Sunrise的這個系列MV的中心思想 接下來我們從MV的開頭 來揭示這次裡面藏的彩蛋 藉由這些彩蛋來慢慢拼湊出 這次Sunrise的故事架構 第一個彩蛋就是吊燈 在MV的一開始出現的吊燈 上面加了GFRIEND的照片 而這裡的燈泡總共有六個 呼應了GFRIEND的人數 在畫面帶到了SIMBY的唱片 在這張唱片上面 有GFRIEND從出道曲Glassbeat 一直到Sunny Summer的歷年主打歌 而這邊有一個分類的小彩蛋 學校三部曲 以及這次Time for the Moon Knight 到Sunrise的這個 太陽月亮三部曲 他的歌名寫法 都是我們正常在寫英文的時候 會用的大小寫 但是從Navarella Fingertip Love Whisper 一直到Sunny Summer 這四首歌的歌名全部都是大寫 這四首歌的觀點就是 他們都和蝴蝶有關 而整張唱片的名稱 就是這次的主打歌Sunrise 這裡給我的感覺是 過去的每一首歌 成就了現在的GFRIEND 也呼應了這次的副主打歌 Memoria回憶 這些過去所創造的回憶 以及和Buddy共同度過的時光 現在隨著太陽的升起 他們要開創另一個屬於GFRIEND的 新的開始 那這個呢 也呼應了 上次我在開箱 GFRIEND的 Time for Us的專輯 裡面提到這次專輯名稱 Time for Us 背後所隱藏的意義 那再來第三個彩蛋 收望她身邊散落的相片上面 都是GFRIEND 開心在一起的時光 而這裡 尤其使用了NR的相片 呼應了上一支MV 以及這次MV當中 NR她 不在成員們身邊 再來第四個彩蛋是 時鐘以及日軌 這次的作品裡面有非常多關於時間的工具 我覺得在影片裡面除了有時間的意思之外 它可能也有代表日期的意思 在Teaser的影片裡面 日軌是逆時針旋轉的 從5點半走向了4點半 5月30號是NR的生日 而4月30號則是發行 Time for the Moonlight的日期 到了MV裡面 日軌是順時針旋轉的 指向了6點的方向 我覺得這邊它可能代表的是 Sunrise的MV發布的時間 那MV裡面時鐘則出現了三個時間 第一個時間是1點17分 如果是指日期的話 1月17又比出道日1月16晚了一天 那如果是指今年的1月17號的話 則是Sunrise在M Countdown上面 首次表演的日子 那這一天在表演之前呢 他們有放了一個VCR 從Glassbeat出道 然後到中間得了一位 這個回顧過去的紀念影片 如果是指時間的話 今年1月份的滿月時間 是1月21號的下午1點17分 則剛好吻合了這個時間 那再來第二個時間呢 是5點30分 剛剛有說過 5月30號是NR的生日 在MV當中 5點半的這個時間點 它的畫面是配上 成員們拿出蛋糕為NR慶祝生日 而NR也在大家的祝福底下 吹息了蠟燭 就好像是真的在舉辦生日派對一樣 所以在這邊可以推測5點30分指的是NR的生日 沒錯 那再來第三個時間呢 是10點10分 10月10號是GFREM去年發行首張日文單曲 Memoria夜的日子 而Memoria是這次正規二集 Time for us 的副主打 再來第五個彩蛋是生日蛋糕 大家都開心的為NR慶祝生日 而她也開心的在5點半整吹息了蠟燭 但是下一秒 除了蛋糕上面的蠟燭被熄滅之外 唱片前的蠟燭也跟著熄滅 而下一幕則是掉落的紅色花瓣 這兩個畫面我的解讀是代表生命的逝去 蠟燭的火光代表生命 而紅色的花瓣則是用比較隱晦的方式 形容血滴下來的樣子 而下一幕呢大家都在黑暗的客廳裡面 剛剛的歡笑也都不復存在 整個場景裡面只有5個成員 恩娜已經消失 而當野令看向餐桌的時候 桌上放的是剛剛的蛋糕 已經切成了6等份 缺了的那一角就是恩娜的那一份蛋糕 剛剛的這個客廳的畫面還有另外一個彩蛋 Sowon、Sinbi還有恩吉做的這個沙發 其實就是Time for the Moon Night當中 恩娜還有Sinbi做的這個沙發 和當時美好的回憶不同 現在是少了恩娜 所以整個畫面從溫暖的色系 變成了比較陰暗的冷色調 這邊成員們臉上的表情也都變得非常的暗淡 但是我覺得Sowon在這次Sunrise的MV裡面 她的角色是非常讓人心疼的 因為失去了好朋友 她不可能不難過 但是她還是必須打起精神 一滴眼淚都不能掉 成為其他妹妹們的依靠 但是在MV的畫面裡面 不斷的帶到她一個人坐在窗邊 懷念著過去的照片 從晚上一路失眠到了日出的時刻 再來第七個彩蛋是拼圖以及樂譜 在這次的SunriseMV teaser中 恩吉撿起了拼圖的碎片 前面的畫面成員們都是單獨的鏡頭 當恩吉把碎片拼上之後 成員們才重新聚在一起 一起看向鏡頭 而這幅拼圖其實就是一個樂譜 對應恩娜還有恩吉鋼琴上面放的樂譜 應該是指Sunrise的樂譜 而完整的拼圖這個概念 其實也和Memoria所要傳達的概念一樣 小女友要六個人在一起才完整 缺一不可 在MV裡面 恩娜的樂譜都是一個比較新的狀態 但是恩吉的樂譜卻是泛黃老舊的 說明這份樂譜可能是恩娜留下來的物品 紙飛機其實有傳達對對方的思念 或是懷念對方的意義 在小女友過去的作品中常常出現 而這裡呼應了Time for the Moon Night中 恩吉和紙飛機的聯繫 在鋼琴的周圍散落了紙飛機 代表成員們對恩娜死去朋友的思念 那這邊她畫面上面有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對比 恩娜在森林當中彈鋼琴的這個畫面 鋼琴上面放的是鮮紅的花朵 以及綠色的藤蔓 但是在恩吉的這個畫面裡面 她的鋼琴上面放的是純白色的植物 花朵以及紙飛機 恩吉跟恩娜在Memoria的編舞裡面 也分別擔當了開頭和結尾的這個對稱的角色 而他們在Sunny Summer當中也是一組的 一個是釣魚 另外一個是被釣 那說到花朵 這次的專輯裡面也藏了關於花朵的小彩蛋 這次的專輯小卡總共有36張 而36張的背面其實是可以拼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 這幅畫其實就是盛開在夜空中的一朵花 第九個彩蛋就是夢境 隨著太陽的升起 大家都來到了恩娜所在的樹林 這裡MV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在前面的部分 其實上下都是有黑邊的 但是後面只要到這個 大家都在樹林的場景 就會變成全螢幕 很多影片的剪輯手法 都會用有沒有黑邊 以及整個影像的濾鏡 來區分現實與夢境 或是過去與現在這樣子的對比 也就是代表不同的時空的意思 這邊我在想全員相聚的這個畫面 應該是成員們所想要抵達的夢境 因為在Time for the Moonlight中 他們只能在黑夜中 滿月的時候相見 但是他們最希望的 還是能夠真正回到以前 從早到晚都能在一起的時光 而最後成員們全部往後看的這個畫面 呼應了Time for the Moonlight的結尾 而這個畫面中也唯獨恩娜的角色 看起來顏色有點不協調 是泛著藍光的 那在Sunrise的MV最後 恩娜也漸漸的消失在白色的布幕 還有光線中 Sowon從睡夢中醒來 好像做了一場夢 而這個夢境與現實的心酸 也讓Simby流下淚來 最後再補充一個小彩蛋 Sowon的這個窗邊的場景 它後面的書架上面 放了三隻蝴蝶的裝飾品 而在專輯裡面 這個客廳的場景 則有另外三隻蝴蝶的裝飾品 這兩個場景的蝴蝶 加起來剛好是六隻 就像開頭主台上面的燈泡一樣 是代表著小女友 那也呼應了Navarella的歌詞當中 Celope si jacke 想要有一個新的開始 而這次主打歌Sunrise 隨著太陽的升起 他們度過了最黑暗的時光 Gifrin也學著要走出過去的傷痛 迎接新的開始 從上次Time for the Moon Knight中 可以看到恩娜扮演的是 離開其他成員的角色 其他的成員們也都各自用自己的方式 在懷念他、紀念他 那在Time for the Moon Knight當中 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在回顧恩娜的角色 還在人世的時候 成員們開心玩鬧的畫面 以及他們後來約定在月夜的時光 才能夠見到彼此的這個時間 這次Sunrise呢 則是有點插在中間的感覺 是回到了恩娜已經離開 然後成員們懷念他的這個時間點 夜的劇情我覺得是比較悲觀的 但是Sunrise不一樣 雖然兩支MV的結尾 恩娜的角色死去的事實並沒有改變 可是比起夜的MV 成員們在難過之餘 一味的執著於想要尋找能夠相見的方法 Sunrise卻是慢慢接受現實 擁抱傷痛 慢慢向前的感覺 而恩娜的角色也從夜的MV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陪她的這個比較哀傷的感覺 到Sunrise是希望大家能夠代替她好好活著 而她會存在在大家的心裡 所以隨著白色的光芒、強風 以及她激昂的高音 就代表著她就是最後的一些呼喚 她最後消失在成員們的夢境裡 這樣子的轉變我覺得是非常細膩 也非常感人的 而這次除了我剛剛提到的這些彩蛋之外 在Logo上面 她從 Time for the Moon Night的月亮 Sunny Summer一半月亮一半太陽 到Sunrise是一個完整太陽的這個演變架構 這個Logo裡面其實藏了非常多天空上面的元素 像是軌道、流星、星月以及太陽等等 這些元素也剛好跟Memoria的MV當中 所有的物品都是和天空有關 這件事情是相互呼應的 還有歌詞的部分 Time for the Moon Night還有Sunrise的副歌 都有提到看這個動作 Time for the Moon Night是 就是問對方你在看哪裡呢 Sunrise則是 其實也有帶有我剛剛說的思念的元素 在乎對方 因為想念對方 所以會一直想要找尋對方的方向 想要一直看著他 在舞蹈動作上面有用就是這些 很像在看對方的動作來呼應 那除了剛剛在MV當中的彩蛋之外 也像之前的MV一樣 出現了很多過去曾經出現的事物 像Simpi玩Yuju的瀏海就呼應了Nabalella 而Yuju看著桌上的信紙 則呼應了Summer Rain Yuju喝熱茶呼應了Sunny Summer當中他喝果汁 而G-Frame背對鏡頭玩樂的場面 在過去常常出現 像是Glade Speed或是Time for the Moon Night 也令了電話亭 則和Summer Rain的Soul One這個畫面不謀而合 牆上的路頭則出現在Fingertip的MV裡 Soul One抬起頭的畫面 就跟Time for the Moon Night當中是吻合的 而MG的紙飛機也出現在Ruff 還有Time for the Moon Night當中 而最後Soul One他身邊的筆記本 會讓人回想起Ruff當中 他們最後的這個回憶的筆記本 以及Summer Rain當中Simpi手上的筆記本 都是代表著回憶 看完了這整支MV 找完了這些所有的彩蛋之後 我真的是再次佩服這個導演的細心 以及藝術的呈現 而這次Gfriend的正規二集 又再次突破了他們自己 整個作品的完成度也更加的提升 除了MV還有表演很棒之外 在專輯收錄的其他音樂當中 也做了非常多不一樣的嘗試 詳細的分享 我有在上次Gfriend的專輯開箱中提到 有興趣可以點資訊欄去看喔 我在做這個MV解析的時候 看了很多遍他們的MV 但是每次看我都還是會微微的感到鼻酸泛淚 因為不只是畫面很美 然後看得出Gfriend他們的進步 這整個故事的劇情更是可以打中人心 看完之後也覺得真的很為他們感到驕傲 那最後想要問大家的問題是 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離開你 你會怎樣走出傷痛呢 我是Cindy 謝謝你們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發片通知 我每個禮拜六晚上8點半準時發片 平日的話則是13會不定時的發片 那我是Cindy 我們下次見 掰掰